华联市长候选人魏佳燕在拜票过程中 遇到许多原住民朋友向他提出建言 魏佳燕表示他自己拥有四分之一的原住民血统 对原住民的文化传承及产业发展他很重视 未来当选市长他会继续来协助部落族人各项事务 也要协助族人来创造部落的经济产业 华联市长候选人魏佳燕在拜票过程中 遇到许多原住民朋友向他提出建言 魏佳燕表示他自己拥有四分之一的原住民血统 对于原住民的文化传承及产业发展 绝对是他未来致力推展的重点市政 这边其实佳燕自己也是有原住民的血统 那所以未来如果佳燕当选华联市长 我会非常的在我们原住民文化 不管是在母语 不管是在文化传承的部分 我都会更加着力 尤其是在逢年季的部分 我希望让更多的年轻的孩子们 原住民的孩子们回来参加这个祭典 那也希望让他们了解到 不管是捕鱼捕鸟或者是我们丰年季 都是一项能够传承下来 告诉他们说这是先人 然后举办的一些祭祀跟祭典 那再一次的让年轻的 我们原住民的朋友能够了解到 这些文化的传承的重要性 产业部分我希望能够多一点 不管是在车站或是人潮众多地方 让很多的观光客能够了解到 甚至于未来的我们城市的外交 我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原住民的一些 我们一些手工 不管是手工或者一些食用的一些 不管是有吃的喝的玩的 我们都希望推展到我们的国外去 让外国的朋友能够了解到 我们台湾就是有那么美丽的东西 那么美丽的原住民文化 威嘉燕表示未来当选市长 他会继续协助部落推展各项事物 也会协助族人来创造部落的经济产业 希望原住民族人可以全力支持威嘉燕 让他延续更完整的花莲市政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大量的游客 在平等的花莲市中